男韩性别平等与家庭部13日发布性别平等节目制作直男 指出男韩偶像艺人 不论男、女、同职性问题严重 也就是现在的艺人们似乎长得越来越像 还提到这些外貌相似的艺人不应在节目中占过大比例 让韩国民众反弹 最后性评部回应要撤回这项没有强制性的直男 男韩女团Sixbomb 穿着超贴身的粉红色连身装 被戏称为粉红香肠 据传惨遭到各大电视台封杀 这是他们在2016年的打歌服 服装惨遭批评之外 脸蛋也几乎一模一样 现在男韩性评部却发布性别平等节目制作直男 提出几项广电节目可提倡性别平等之道 包括偶像艺人看起来长得都一样 类似的发型凸显身材的服装 画着相似的妆容 这就是性评部对人气偶像的评价 性评部认为这些团体 有着类似的苗条身材 白皙皮肤 发型 梳妆也很像 在男女心中都可见这种同质性的问题很严重 还提到外貌相似的演出者 不应在节目中占据过大比例 因为会带给年轻观众狭隘的美貌标准 受到南韩民众批评 太专制 南韩民众追随流行趋势是个人自由 我觉得国家不应该加以干涉这跟以前军事独裁时代的韩国 限制头发裙子长短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整形在韩国无论男女老少 都是一种风潮 甚至对于民众来说已经是常态 在相当重视外貌的南韩 流行音乐市场产值达数十亿美元 整形业商机也相当庞大 SM公司前经纪人 当然大部分出道前都要整形 曾有SM前经纪人接受访问时就透露 韩国每个团体出道前都会为整 外界抨击信评部之外 网友还向青瓦台官网发起请愿 要求废除条款 信评部20号回应 将修正删除引起误会的部分 也指出 这份公文并无强制性 目的只是提醒公众注意外貌 至上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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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